请 好 那个县长准备差不多了 然后王茂木子也刚到 我让他们先休息会儿 行啊 早点录早点收工 那个 廖律师今天不来吗 咱们节目没有什么 需要特别解释的法律问题 它可以不用了 知道 知道了 那你先休息 我不打扰你了 老板 快 累了也别坐地上 我没有买椅子吗 咱们的预算 最大只能租到这儿了 把这些设备都铺开 就没什么地方拍摄了 确实不够 那怎么办啊 那我们就不在这儿拍 不在这儿拍 那去哪里拍啊 对摄影师来说 天地之节 都是他的摄影棚 我们去外边拍 对 正好呀 我还需要一个 背包的小跟班 你愿不愿意去 你要带我去啊 去不去 去啊 我没钱 路上会很苦 那你能给吃饱饭吗 最低生存保障咯 成交 就 我们俩那 阿威呢 他走了 去保险公司 跑保险了 他就这么走了 他不走 我也养不起他了 我现在 也就勉强拥有你 正好 你又愿意赖着不走 就只有你我了 咱们这次出去可得好几天 你做好准备啊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 太好了 所以 我做的这一切 我这样的付出 都是为了毛毛 他能有一个好的前途 好的未来 我不求他会感激我 可我没想到他会怪我 怎么回来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来 不好意思暂停一下 收到 行吧 停吧 行 都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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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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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们也看到了 现在毛毛妈妈的情绪非常激动 这样 我们休息十分钟 休息一会儿 回来再录 这不用暂停吧 后期剪辑一下就行了 这毛妈呢 人家是个比较注意形象的人 而且录之前头儿也嘱咐过 说她不希望说我们把她录的 哭哭提前的一个样子 那咱得尊重当事人呀 行吧 歇会吧 多歇会儿 毛毛 给你带好喝的了 丁丁姐姐 我妈妈没事吧 我听说她一直在哭 你妈妈没事 来 拿着喝 你在这儿乖乖坐着 好不好 别乱跑 没事的 乖 好嘞 好嘞 苗光 对不起啊 没关系 等你准备好了 我们随时开始 好 来 谢谢 我可以了 好了 各就各位 待会儿都别聊了啊 咱们准备录制了 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好好说话的节目录制现场 在刚才的环节当中 毛毛妈妈已经向我们表述了 她辞去待遇丰厚的工作 彻底做了全职太太以后所背负的这种巨大的育儿压力 而在这种压力之下 她的情绪难免会有些失控 在她表述的过程当中呢 我看到在场的很多女性观众 都频频地点头 没错 或许从母亲的角度出发 毛毛妈妈的做法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我们的当事人毛毛 她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她又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母亲说呢 今天来的观众可能会留意到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现场环境 和之前的有所区别 之前呢 都是被调解的双方坐在我的左右两侧 但是今天因为我的委托人 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 她不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录制 而在此之前 我跟毛毛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 她有很多话想让我代问她的母亲 那么从这一刻开始 我就暂待毛毛 跟毛毛妈妈进行一次深度的沟通 声音大点 大点 毛毛妈妈 准备好了吗 您说吧 毛毛说 就在上个星期 你帮她辅导数学作业的时候呢 她遇到了一个数字体 题目很简单 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更重 当时毛毛是怎么回答的 她坚持是一斤铁更重 大家先别笑啊 我想问一下 毛毛在回答完之后 有没有对她这个答案有所解释呢 毛毛说 一斤棉花砸在头上不会疼 而一斤铁砸在头上会很疼 所以 一定是一斤铁更重 大家觉得是这样吗 有道理 真的有道理 看来我们都需要好好地补习一下小学数学了 那好 让我们再看看下一题 这道题回答完之后 毛毛妈就是彻底崩溃了 这道题目是这样的 问一个学校里有七十二个足球 九个篮球 足球是篮球的几倍 根据我对毛毛的了解这道题 她也一定会解 那这次 她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她说 为什么这个学校 这么喜欢足球而不喜欢篮球 足球要二十二个人才能踢 而篮球只要十个人就能打了 所以应该篮球多才对 是啊 是很有道理 这孩子说得没错呀 那当毛毛回答完之后 你是作何反应的呢 我真的很生气 我就给我妈打了电话 方便跟大家说一下 您当时和毛毛的外婆都说了些什么吗 这样吧 毛毛妈妈 我现在想读一下毛毛的原话 毛毛是这么说的 妈妈 我知道你当时非常生气 气得想打我 最后你还是忍住了没有动手 你走到客厅里 把我卧室的门关起来 然后给外婆打了电话 你把我留在房间里 你以为我没有听到 你跟外婆说 是不是自己怀孕的时候 吃坏了东西 所以从我出生开始 脑袋就是坏了 妈妈 你知道吗 我听了以后 心里非常难过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 因为你要明白 其实我知道 学校的标准答案 应该是什么 我之所以这么回答 是因为 我想让你听听我的想法 但是你却好像从来都不想听 我 我真的是太生气了 怎么会那么说的 杨广老师 你知道 忙活一天要做多少作业吗 我每天要辅导她做作业 陪她练琴 还有一堂线上的英语口语课 等这些结束 我要安排她洗澡 睡觉 等她睡着以后 我还要洗衣服 准备第二天她上学要穿的衣服 每天她放学以后 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算计好了 才能保证她可以在十一点前上车 我自己可以在十二点的时候睡觉 而第二天早上五点半 我就要起来给她做早饭 我真的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 再去回答她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了 正如你所说 妈妈每天是五点半起床 十一点钟以后才能睡觉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她一周有几天休息 上五天课休息两天 在休息的两天当中 你给她安排了多少课程 钢琴 音语 围棋 书法 还有奥书 这么多东西 这都没有休息 下面请允许我再读一下 毛毛另一段相对自己母亲说的话 妈妈 其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要把我送进这所学校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要给我安排这么多校外的课程 我好像从济世开始 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假日 什么叫做节日 妈妈 可不可以不要拿我和其他的孩子比 因为每当你拿我跟别的孩子比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其实你更爱别的孩子 而不是我 毛毛进的这所学校 是全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 当年幼生小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 为了让他进这所学校拼尽了全力 光是他的一本入学简历 我就熬了一个多星期 可是 当他进学校以后 我们才发现 他跟其他孩子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才会给他报各种的补习班 想要让他追上进度 大家都知道 毛毛这一代孩子长大以后 竟就会是多么地激烈 因为科技进步了 不单单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还有可能我会跟AI竞争 而毛毛长大的时候 我们就老了 所以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帮他打好基础 希望他未来的路 能够走得容易一些 可我就不明白 毛毛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们 他什么时候才能懂我 我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他 对不起 我 我想休息一下 我去看看毛毛 停停停 快 暂停了 走 头儿 赵毛毛这情绪不行啊 这录一段哭一会儿 录一段哭一会儿 这一直哭咱咱就得停着 这录到什么时候去 你跟我去化妆间 你把毛毛带走 我跟他妈说 好 这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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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啊 是啊